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眉眼一条魅惑道 说罢为无限打了一个响指 镜丝内所有窗户接眼门 整个屋内遮羞了光 显得有几分昏暗 随后他又制出一道符传 口里掐了一绝 那张符传刺啦啦的 向空中喷出约一尺高的七彩岩花 形成一个散状的烟火球 而那七彩斑斓的花火闪烁分成 在镜丝的半空中争相镜放 耀眼无比 寒光君生辰快乐啊 蓝忘机难得地露出明显的微笑 未无限隐藏在 烟花光束里的手 突然间打个响指 只听轰隆隆如远处闷雷响过的低沉声音炸起而过 不住喷发着七彩光芒的烟火球 化作漫天的星星点点 轻柔如雨般的 漂浮在房间里的每个地方 两人都被七彩的繁星包围 那些色彩绚烂 闪亮晶莹的碎星子 无处不在 轻缓地在二人身边漂浮 好像可以随手摘下来 串成链子挂在胸前 为无限用手戳抱一粒 悬浮在身边的碎星子 让那些星星四散飘飞 划出七彩的亮眼线条 如漫天的游龙金蛇 又如流星几语 缭绕盘旋在静视的每个角落 魏无限道 好看吗 这是我最近这几日 专门琢磨出来的烟花服 蓝旺鸡目若减水 诚挚无比地看着魏无限道 好看 魏无限唇脚一勾 点起脚在蓝旺鸡脸颊处落下一吻 道 那到底是我好看还是烟花好看 不许说都好看 蓝旺鸡思绪一转道 烟花好看 但 不许你 魏无限像是听到满意的答案 嘴角拉出一个 极为灿烂又勾人的笑 随即又打了一个响指 一蹴烟花隆起 拖着一雾悬浮在二人之间 魏无限软声道 这烟花不烫的 你戳开 有我送你的礼物 蓝旺鸡被魏无限的这些浪漫的小心思 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魏无限见他浅色眸子 隐隐阴晕着水气 他玩耳一笑 拉着蓝旺鸡的手 支起 二人一起戳开那龙烟火 煞时七彩斑斓四射开来 只见一白一黑两只玉兔吊坠悬空浮起 蓝旺鸡接过那两只并在一起的兔子 道 这是 魏无限点头道 是他 我将神兽丹雕刻成了兔子 他左右向上好的玉智 而我又找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索性就刻成我们定情宠物的样子 你喜欢吗 蓝旺鸡玩耳道 喜欢 魏无限时起黑玉兔道 这个童心结 可是我照着书 试了好多次才弄好的 我这人有些粗线条 最不会弄的就是这些手工活 所以弄的不是太协调 韩光君就多多单 耳垂有些薄红 侯坚意识可热 蓝旺鸡未等魏无限把话说完 便俯身堵住他的唇 满屋子的七彩斑斓的烟火 将静视的氛围烘托得更加温馨暧昧 屋子里传来阵阵剪碎的身影 好一场风光已敏 几日后 云深不知处收到传讯 梅山于世的于老宗主逝世 梅山于世这些年一直不温不火 当年莲花雾被灭 魏巡魏无限蓝旺鸡 曾亲自去了一趟梅山 而云老宗主是云夫人的父亲江城的外公 魏无限曾被江氏收养于晴于李云老宗主逝世 蓝旺鸡都觉得 自己和魏英代表云深不知处处息是最适合不过 蓝锡尘原本处于半闭关状态 而当下才正月底有些事物积压的较多 此前族内事物都是蓝旺鸡在着手 如今他要抽身去梅山 家之距离他与魏无限的道理大典时间仅有两个月 是以蓝锡尘被迫正式出关 蓝旺鸡点了蓝思追蓝锦衣和蓝锦衡等十名弟子 让他们会宿舍准备 四十墨在云深不知处山门等候 随自己一同去梅山一趟 随后蓝旺鸡提着诗和回敬诗 一路上都想着那人 浅眸扬起一抹笑意 不出意外的话 那条大懒虫应该还在睡 他轻手轻脚地推开门 瞥见李坚踏上那人果得跟蝉勇似的 魏无限听到动静撅着头道 蓝湛 你回来了 今天不忙吗 宗悟只是不需要你处理 蓝旺鸡放下诗和道 暂时不用我 你先起来 魏无限在榻上打了个滚道 我不 左右你无事要不你来榻上 魏哥哥陪你玩玩 蓝旺鸡道 有事 今日去梅山 梅山 魏无限翻身坐起接着道 为何 蓝旺鸡走到榻边 替魏无限穿衣道 与老宗主逝世了 魏无限瞳孔微微放大道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夜 今日沉间云深不知处收到信讯 魏无限整个人搭来了下来道 那江城跟金灵肯定也接到信讯了 说不定他定于老宗主逝世前 他们就已经在梅山了 蓝旺鸡汉手 魏无限又道 难怪上次我们为了怀音马是去莲花舞 门声说江城去了梅山 想来几个月前于老爷子的身子都不太好了 事者已已 魏无限虚了一口气道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蓝旺鸡道 四十末 魏无限本本愤愤地道 吃着自己起来 蓝旺鸡则替他盛好粥 便去收拾二人的必需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